星神降臨節 在1983年當以色列佔領了黎巴嫩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子 他接受猶太教的聖人典禮 猶太人說十二三歲就已經是聖年人 他們要經過一個聖年人的典禮 這個禮儀完了之後 這個小朋友寫了一封信給以色列總理 當時叫貝根 信裡面他這樣說 總理的客人我今天長大了 我已經是聖年人 我覺得我有責任去說出我心裡的說話 我覺得要說的就是關於佔領黎巴嫩的事 我明白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我覺得戰爭始終都是不對的行為 我建議總理先生 踏出第一步 去聯絡所有阿拉伯國家 就像撒達曾經到以色列一樣 如果以色列肯和其他阿拉伯國家 巴勒斯坦的解放組織 大家達成和意的話 那就不會再有藉口 被人傷害或者殺害以色列的猶太人 在他結束他的封信之前 他也加了一點 他說 我接受這個聖人典禮之後 很多人會送禮物給我 包括有糖果 有金錢等等 我不需要這些東西了 我要求我的家人 把我收到的禮物和金錢 拿去醫院那裏 因為那裏有很多受傷的猶太人 他們都因為戰爭的緣故 受傷受著痛苦 我希望我的禮物能夠幫到他們 其實這位值得十三歲的青少年 他的信和禮物已經說出了 今天我們所慶祝的 聖神降臨節是什麽一回事 由猶太人來說 他們的聖人典禮 是一個機會要求他們要承擔 成年人的服務和責任 他們的聖人典禮 可以說很類似我們的堅鎮成事 我們基督徒領受了堅鎮之後 也都有一個責任 是服務大約 他將我們所領受的聖神 轉化成為我們一個具體的 關心別人的一個服務的行為 這也是我們應該每年要慶祝聖神降臨節 因為聖神降臨節特別提醒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可以分為兩樣的 有些是高形象的服務 比方在基督徒的團體裡面 我們承擔一個領導的地位 做一些團體裡面的領袖 這個是高之大的服務 但也有些基督徒是低調一點的服務 比方為人祈禱 做一些犧牲 就像這位青少年犧牲他的糖果 他收到的禮事 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聖部六中圖在格林多前書 他說我們領受聖神的恩典各有不同 但是都是為建設社會 為建設堂區 而天主給我們不同的恩典 很多人領了洗之後 都會加入善會去實行一種的服務 不過我們要提醒自己 加入善會 不僅是要服務他人 更要加強我們的信仰 堅證我們的信仰 我們不要機械人 我們要有活闊信仰的人 所以希望我們今天領受 堅證聖事也好 曾經領受了堅證聖事也好 我們要加深我們的信仰 堅證我們的信仰 我們要走出來 去將我們所領受的聖神 給我們的恩典 成為一個真正服務他人的行為 這樣我們就不會辜負天主聖神 賜給我們不同的恩典 福斯坡 完成 我們的恩典 我們要留在《恩典製》 我們可以找我們